在直辖六度开设的儿童疫苗大型接种站 BNT疫苗如何在短短几天内集结 包括苗栗 云林 南投 嘉义县市都被临时告知 原本要拨补到地方的BNT得先暂缓 中央要拨给嘉义市的6100G BNT 甚至全数先不给 彰化儿童疫苗也还有缺 但县长王慧每次两拨千金 有非六度居民向中央喊话 对此指挥中心秀出表格 说明各县市分配跟需求预估 强调用公式算出来的接种率 大部分县市疫苗都够打了 但这表格里被算出接种率达106%的嘉义市 为什么还是缺疫苗 嘉义市卫生局长说 中央这套公式没有把生活人口算进去 前面5到11岁中央用户籍人口数来计算 但已经接种莫德纳人数却又变成 看接种地的统计 而在嘉义市户籍内一档莫德纳人数只有3600人 小记中央算的是11795人 嘉义市府版本则是13026人 换算下来接种率还是接近百分百 但嘉义市卫生局长说 这公式没有把两层外线市学生 在嘉义市校园或诊所接种的人数算进来 占款拨补的BNT中央说如果有需要会再补 但疫苗核实下来没有明说 地方政府要重新调整原本规划好的接种计划 避免学生来了但疫苗还没到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